今天是1月5日主顯節後的星期二 星期江生成人已經在我們中間 所以朝聖不一定要出外 朝聖都可以在生活中 最重要是主動走近他人 遇著相遇 這是一個好好的生活中的朝聖 我們一齊來聆聽《米國福音》第六章 那時候耶穌一下船 看見一大火群眾就對他們動了 憐憫的心 因為他們好象沒有牧人的藥 誰開口教訓他們許多事 時間已經很晚了 耶穌的門徒來到他跟前說 這地方是荒野且時間已經很晚了 請你遣散他們 好叫他們往四周填舍村莊去各自買東西吃 耶穌卻回答說 你們自己給他們吃的吧 門徒向他說 我們去買二百塊錢的餅給他們吃嗎 耶穌問他們說 你們有多少餅去看看 他們一知道就說五個餅兩條魚 於是耶穌吩咐他們 叫眾人一火一火地坐在青草地上 人們就一早一早地坐下 或一百人或五十人 耶穌拿起南國餅和那兩條魚來 古木向天祝福了把餅抹開 地甲門徒 叫他們擺在眾人面前 把兩條魚也分給眾人 眾人吃了也都飽了 人就把聖魚的碎塊收了滿滿十二藍 說有魚的碎塊 吃餅的 男人就有五千 耶穌是誰呢 竟然能夠吸引這麼多群眾 不怕長途不洩 甚至去到郊外 就連肚餓好像忘記了 究竟他們希望在耶穌 能夠為他們做些什麼呢 原因就好像 買個福音解釋我 因為耶穌對他們動了憐憫的心 和開口教訓他們很多的事幹 耶穌的教訓是令人充滿希望的 能夠憧憬天國 耶穌的言論內容 令人著迷 到了晚上群眾仍然很專心地 去聽耶穌的教導和講道 很有趣的就是他們 還沒有要求食物之前 門徒已經向耶穌提出要遣散群眾 叫他們各自去找食物 耶穌關心群眾 為了讓五千人吃飽 所以行錯一個很大的奇蹟 耶穌先教訓他們 然後給他們食物 照顧人靈性和肉體上的需要 福音中聽著的話 就是我們精神的食糧 這個食糧更加遠遠超過我們人的需要 每天我們都需要滿足肉身的溫飽 同樣我們靈性上也都渴求食糧 只有天主的話 上主的話 只能夠滿足我們這一份的需要 我們很感謝天主 這段時間我們曾經舉辦過家中馬曹 怎樣能夠製作一個馬曹 那些人通過短片 我們很感謝天主要有三百多個同學回應 不單止是主要和這個區域的學校 都有其他的地區 九龍新界都有 比如說最後那三十個我都看過 很精彩 他們很有心機 他們很有環保的意識 也都有一個創意 也有跟家人一起很溫馨 還有聚說裡面說到 因為以往很多時候 我們看到聖誕節沒有了耶穌 有很多聖誕馬曹 聖誕裝飾 但是沒有了耶穌 我們希望舉辦這個活動 再次回去以小耶穌 整個聖誕的一個中心 然後一旦都繼續災 仍然正正中 見那些聖誕帶動我們 譬如你們來吃早餐髮 一個單元式的一個聖誕活動 亦都在這個王iver abuse中有聖誕系 專題去尋找愛樂天主的信仰人生 這些仍然正在發生 現在將會有一個聖誕仲 DIS 위에 以及剛宣傳出來的 聖誕的金路 可以說說 是用一些聖言的心意卡 可以祝福的 可以慰民的 打气的一些设计的活动 所以很丰富 不只是我们自己 譬如说圣经牧民早推出这个活动 是圣言本身在背后态度我们 我们只是回应 所以圣言本身是有威力的 是有动力的 甚至是有效力的 所以希望我们能够积极地回应 使得真的让我们 被圣言不断地去冲 一个冲击 或者是一个沉淀 使得我们不单止聆听圣言 更加重要是生活圣言 见证圣言 我们一起祈祷 因此的上主 你的唯一圣子 拿着我们人的形体 出现在人间 我们恳求你 使得我们不单止在外表上面 跟他一样 也都能够在内心得到改造 跟他相似 因你的圣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及圣神 是唯一的天主 永生 永皇 阿们 让我们能够积极参加 这些圣经不同的活动 也都让我们主动继续去朝圣 生活中的朝圣 主动地去接触他人 走近他人 与主上与 天主保佑